这两边颜色下来 我们能够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 你会发现这个石膏体 我们还没怎么画亮面 它就已经开始越来越亮了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们想要把一个石膏体画亮 画白 它并不是你要在亮面上要多下功夫 而是你要在重颜色上要多下功夫 有了重色 它就会有亮色 当然关于亮色的处理 我待会儿再和大家一起来讲解 好的 那么整个颜色铺排完以后呢 你会发现你画完以后 这画面上有的是你的铅笔的一些基礼纹路 排线的一些纹理 有的是本身的这个纸张的一些纹理 你会显得整个画面麻麻的斑斑点点很多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做一下颜色的一个揉合 我会选用一张纸巾 把它叠成个小方块 然后呢 用大拇指按着这个纸巾 让它有比较多的 这个接触面 接触到画面 我在工具详细那一节课里面 跟大家讲过 小面积 你可以用这个纸笔 但是大面积的擦拭 你要用纸巾 用比较大面积的这样的一个接触面 接触到这个背景 一起来看一下 然后呢 轻轻地去做一个擦拭 那么在擦拭过程当中 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 你不要轻易去改变你擦拭的一个力道 就是要用力均匀 跟画画是一样的 跟你用铅笔是一样的 用力均匀 同时呢 你用素也要均匀 不要时快时慢 那么这样的话 你就能够擦出一个 比较均匀的一个背景出来 千万千万急不得 慢慢来 那此时你会发现 就能够擦得相对均匀一点 注意啊 你擦拭的时候注意这些形 你不要一顿纸巾下去 那么这形就全没了 那又成了一个车祸现场一样的 待会你就比较难以收拾 精量控制 精量控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形的地方呢 你可以用纸巾的尖尖的地方 你还可以自己去 把形稍微的 去完善一下 或者说去控制一下 好了 此时呢整个画面 你会发现 刚刚你看到那些斑斑点点 那些东西就不见了 此时整个颜色 会变得比较舒服 但是你会发现 尽管你控制得很好 但形多多少少 它也会被你抹得不见了一些 那么接下来呢 我可以用橡皮 首先 我用橡皮把比较白的地方 用橡皮啊 把比较白的地方擦出来 同时你擦拭的过程 你也可以再一次去把这个形给修好 所以刚开始你控制了一下 如果说不小心擦进来的 依然可以给它擦出去 你可以又一次来去调节你的形 你看假如说这根线和这根线觉得 还是觉得不对 觉得不舒服 或者说是刚刚擦拭的原因 那我就可以把它擦出去 可以给它修正 你每一个步骤 你都可以去把你的形做一次调整和修正 那么此时呢 这一条线 我建议大家 由于是两个比较亮的一个 瘦光面的一个分界线啊 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稍微的简单一点 简轻一点 当然这个是你可以用橡皮擦去擦的地方 那么橡皮擦不可以擦的地方呢 那么我呢 就可以用这些 用铅笔来去画 我要和大家强调一点就是 背景用的颜色擦完以后 它会减淡一个层次 那么你此时再去重新去 把这个形找出来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用笔刚刚再轻一点点的 浅一个型号的笔 背景是4B 那我会用2B去画 用2B去把这个形 再一次找出来 在找出来的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 有一根很明显的线在这里 对不对 那么我建议大家呢 你可以把这个很明显的线 慢慢地往外面过渡 把它过渡在背景里面去 往里面过渡一下 同时呢 我也建议大家前面 把前面这个背 背景的这个颜色 和这后面这个背景的颜色的一个 虚实关系 稍微地做强一点点 前面你可以画得相对的 对比强一点 和后面有一个 虚实的一个对比 但是由于这个和这一个点 它的对比也要出来 所以不要强过前面的点 所以它1 2 3 它是2 要比3要重 比1要轻 比1要浅 这里也是 往下面 你也可以同样的道理 首先你可以把这个形修出来 然后呢 把这个形修出来以后 你就把颜色 往旁边过渡 同时 你看上面部分 你也还是可以稍微地 再强化一下 往下面会越来越虚 当然这个关系 你不要画得特别的过分 不要画得特别的明显 要不然呢 会显得格格不入 把这条线修直 慢慢地往旁边推一下 然后此时这里会越来越亮 它闪闪发光 注意一下虚实 我觉得下面可以稍微减弱一点点 我用手抹掉一点点铅笔灰 你看 最实诚的还是这个角落 当然呢 其实它的对比有 但是没有说很强 所以这个就是有很多的自学者 学不明白的地方 买各种的书啊 看各种的画 还是画不明白的地方 觉得这个体积感 我看别人画 自己也跟着画 好像是这么回事 但是 自己画出来的东西 跟别人的就是不一样 总是觉得别人的有体积感 我对为什么没体积感呢 就是因为这啊 有很多时候 其实人家画的 这个地方能够表达清楚 但是人家不会做得特别明显 而你 如果是自学 自己去学的话 其实你是不明白他 为什么这么画 而且人家这么表达了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所以人家这么表达了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 那么你怎么可能 去学得到人家呢 是不是 所以这些地方一定要记住 你现在这么留意了 以后再去看人家 一些优秀作品的时候 或者说你去学 人家的东西的时候 你也能够理解 你至少你得先理解 你才能够学嘛 好 这个背景也是一样的道理 其实 那从这里到这里 前时后续啊 前时后续 虚实关系做出来 我先把这条线 给它勾清楚 勾这条线呢 在我们的绘画过程当中 我们叫提线 也就是说 把这一条线 稍微给它提出来 刚刚你看 它不明显 那么我们再提一次 就说提明显了 其实就是 再给它画一次的意思 然后这里呢 背景前面也要加一个 前时后续的关系在里边 稍微地给它控制一下就好 但是我想跟你们说的就是 无论是这个点 还是这个点 还是这个点 其实它都是其次的 这一点 这一个点 才是这四个点当中 最对比强的 最实的一个点 所以他们俩 怎么做 它都不会有它强 而且它是 最后面的一个点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下 主次的一个关系 虚实也要注意主次 要不然的话 你主次不明了 你同样 也没办法把体积感 表现得很好 好 说了这三个点 是其次的话 那么我们好好的 做前面这个点 那么你可以把前面这个点 好好的 来加重一下 不要另习你的重色 你此时你都另习重色的话 那么你的重色就没法 没的地方可以放了 你看 这个重色相比 相比其他几个点而言 其实我是没有用的 没有去用的 我在这里我才可以用起来 其实 相对于其他而言 我就是多用了一点点力而已 扇形啊 注意这里的一个扇形 还记得吗 一个深浅变化 当然这个虚实变化 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里是最实的 虚 实 虚 实 虚 也是成一个扇形的 然后呢 慢慢地往下面 减弱 像这种比较长的线条啊 比较长的线条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 像这种长的 这长的线条 要注意一点啊 你不要从头到尾 给它种下来 这会显得很死板 我们可以这样 其实你看原图也是 你看这个地方比较重 你看总有一些 比较亮的地方 可能这个地方 又会比较重 你注意一下这些规律 其实我们叫做节奏呢 像一首歌一样 有一个节奏 动 打 动 是一样的 它有轻重 轻重的变化 这里呢 我们叫节奏 所以你可以注意一下 我不会从上到下 一直都会画得很重 我会有 要注意一下一些 深浅的变化 有了这个节奏以后 你就不会觉得 哇 很死板 很死气 不会觉得很僵硬 像机器人在画画一样 我会不会觉得很容易 我不会 我会有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